一只老鹰快速的飞过两台小朋友 这可不是在动物园 而是在国小的操场上 各式各样的动作全都难不倒他 也为他获得满满的惊呼声 跟老鹰演出了这样一个课程 希望能够在校园里 让小朋友们能够 从他们心里就可以 做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跟建设 让他未来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环境 出一份的小小的力量 这只名叫红豆的哈里斯英 不只帅气的外表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他更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书 述说他的故事 因为爸爸在我高中的时候 在四洋老鹰 就是喜欢四洋老鹰 然后有个老师 引荐我们可以到校园去做 老鹰的表演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了校园 去做了老鹰表演 这个一连串的环境教育的课程 我想从刚才所有孩子 专注的眼神 你就可以发现 孩子对这样是有一种 心灵上的触动的 尤其刚刚我们有一个插曲 有一次大观就飞过来 孩子马上就注意到了 我想孩子对环境的觉察力 已经开始萌芽 透过实际的接触与互动 增加小朋友们对于自然的亲近 以及观念 将环境与生态的保护种子种下 为地球永续发展 尽一份心力 人间卫视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